台防务部门称9日上午 有超过20架解放军苏三陵歼10等多型战机 分批次飞进台西南空域所谓应变区后 台防务部门10日上午又表示 当天再度征获大陆多型军机多架次 进入台湾西南空域所谓防空识别区 台湾防务部门10日表示 当天上午再度征获大陆军机苏三陵运8等多型机 多架次进入台湾西南空域所谓防空识别区活动 台湾防务部门老调重谈称 台空军派遣空中兵力严密监控应对 台当局最高军事研究机构公告 本周起进行密集火炮与导弹测试 时间自9月8日至17日期间 其中8日9日试射的最大弹道高度定为无限高 就在这一时间点 台当局防务主管部门9日发布新闻稿称 发现解放军苏三陵歼10等多型战机 多架次进入台西南空域应变区活动 台媒称台防务部门所谓进入台西南空域应变区活动 是一种模糊的说法 应变区就是台战机在台西南空域 所谓海峡中线以东的应变空域 换言之 这次解放军飞进台西南空域 不仅飞过所谓中线 而且飞得更里面 报道称 虽然过去也有20架各型解放军军机飞西南训练 但仅一两架战机趁势拐进台空域 而且是在同一空层 解放军军机9日飞进台西南所谓防空识别区 而且飞得更深更里面 还是分批多架次全空层 这已不是例行训练活动 而是准备走向常态化 不守在地上 不守在地上 谢谢大家